那關於現在韓竹 聽說你最近覺得工作 有出現非常大的震盪 我覺得人生的機遇 真的滿奇妙 就好像你人生哪個地方 微不順 但是很快的 它就會出現一個新的轉機 因為像過去這兩年 疫情的時候 大家當然都比較低迷 那我在去年我還記得就是 我手上最後一個節目 就無預警的停播了 因為像慶怡姐 你也知道在電視台的節目 常常越出說停播 越底就真的停了 早上還說你做得不錯 晚上說節目間最後一集 對 或是很像那種 像月亮一樣初一十五不一樣 那那時候我記得 我在去年的時候被告知說 就到月底就停 然後沒有任何翻盤的機會的時候 我心裡其實是覺得 一定會覺得很挫折 因為這兩年可能就是 我前年停一個節目 去年再停一個節目 然後就覺得 我這樣手上什麼都沒有了 甚至自己會覺得說 我好像一個戰敗的將軍 我可能要負起整個責任 或什麼什麼的 然後我還記得 我那天就是聽到停播的消息 然後坐電梯 要離開公司的時候 結果那一天剛好 我遇到了一個 綜藝節目的製作人 就在電梯裡頭 那當然就是很禮貌這樣打招呼 嗨 你好 然後他可能也是跟我客套一下 就說 韓竹 那你最近忙什麼 我就這樣 滿不忙的 到了月底 下個月就很不忙了 我就滿不忙的 他說那你要不要來上上我們節目啊 我想 why not 就好啊 而且就是剛好就是下個節目 下個月他們節目也要開錄 那我是這個月節目就停播 所以我說好 那我下個月去 結果一去之後 其實我那時候要去綜藝節目的時候 我大部分的朋友是跟我說 你確定你這樣真的好嗎 因為可能這十幾年來 主播的養成就是 我們都很努力的表現 溫柔 氣質 溫良恭儉 對 端莊 對 講話要很得體 要什麼什麼 很忠性 但是你做一個節目 它畢竟它的重點核心 就是要逗大家發笑嘛 對不對 就你可能不是很刻意的去搞笑 當一個仇角 但是你還是要就是比較 有效果 輕鬆揮諧一點 就其實說實在話 就是做自己啦 因為其實我們私底下 每個人都是會開玩笑的 其實是更簡單 很多主播的朋友好笑的 真的耶 對 而且我現在都崩壞成這樣了 對 我就講話 好心 對 然後後來我就真的去上了 然後結果 我就超級做自己的 這種喜怒哀樂都寫在臉上 就什麼 然後就有時候可能會 甚至會被開玩笑 成為被吐槽的對象 我也就哈哈這樣子 然後有一集的主題是想說 你會斤斤計較到什麼程度 我就說我會計較到 就是我們朋友人一群人 出去吃飯喔 我會算錢算得很精準 因為通常假設 我們今天五個人一起聚餐 好 吃了五千 是不是通常結帳的時候 就會每人出一千 我說我的個性 我是會看一下帳單說 慶姨姐妳那杯飲料是兩百二 我這杯只有一百二 所以說我一千零五是不是 對 就是我會除得很乾淨 然後我還記得 我把這個講得出來的時候 大家都很驚訝說 你怎麼會這樣講 因為理論上 好像這是個缺點是不是 對 會覺得 你也太計較了吧 可是我就說 因為我對數字 我就會覺得 不能這樣除啊 沒想到觀眾還滿買單的 真的 放飛一次 我大家反而覺得說 好親切 主播跟我一樣耶 而且很真實啦 對 因為就像那一件事情 就很多人後來 也在下面留言說 對 我最討厭那些 每次莫名其妙要整廚的算法 什麼什麼 我又沒喝飲料之類的 以前我們在電視台 當主播的時候 通常我們的受眾 我們的觀眾粉絲群 通常是比較中年 就是大家才會關心時事嘛 但自從我去上了綜藝節目之後 我就多了很多年輕人的粉絲 女生也變多了 就是婆婆媽媽覺得 我講的話很好笑 或者是覺得 我講出了他們的心聲 然後甚至呢 這綜藝節目因為 在海外也有播 所以你知道 我的圈子還擴展到海外去 比方說 像我上上個月去埃及的時候 埃及耶 那麼遠的地方 結果有大陸粉絲認出來說 那不是韓族嗎 我特別喜歡你 來 坐一下 我說嗨 你好 謝謝你的喜歡 然後呢 我上個月 我上個月去泰國 然後是被香港 我們認出來 也是直接說 你是韓族嗎 我聽到你的聲音 我就想說是不是你 因為我覺得 能夠直接說出韓族 兩個字 不容易耶 我們在台灣走跳了那麼久 每次在大街小巷走來走去 頂多就只有說 你很眼熟 你那個主播 我好像在電視上看過你 沒想到就是在綜藝節目 有這樣子的收穫 其實我自己是很開心的 因為不管是新聞的我 或是綜藝的我 每個都是我 不同的面向 然後結果 我現在可能知名度 稍微再高了一點的時候 到今年呢 電視台找我回去 開新的節目 就是我沒有想到 自己可以從新聞離開 轉到綜藝 再從綜藝 再回到新聞 之前本來是可能覺得 是個戰敗的將軍 現在就有種 鳳凡朝的感覺 就會覺得 人生的起伏 讓我覺得 其實就是 關了一項門 就會開一扇窗 好 所以 你說真的是平常心 好事壞事 或福相也很難說 我這樣聽起來 是換手的感覺 這邊停了這邊 路就開了 愛依你怎麼看 對啊 我們路遊 有一句名詩 山崇水復 遺無路 柳暗花明又一尊 最好的寫照 其實我覺得人生 很多都是這樣 我自己是這樣的 我當年離開 報社的時候 也是 你知道我三次換職 然後周邊所有的親朋好友 都叫我不要去 會恐慌 對 因為我剛開始從一個 你看聯合報社 這麼大的報社 然後轉到一個香港來的 一個八卦週刊的時候 大家都會覺得很危險 叫我不要去 然後我從八卦週刊離開 離職 然後回家做家庭主婦的時候 很多人都覺得很可惜 放棄百萬年輕 回家帶小孩 可是轉著轉著 我現在也挺不錯的 對啊 自己現在交作文 然後有另外一條 不同的路 我覺得有的時候 就是人生就是這樣 如果你不去試試看的話 你怎麼會知道 自己有其他的潛力 對不對 真的 這個韓竹現在也學會了 以和為貴的道理 對 我覺得像我聽到他說 圓華就真的很有感 因為我覺得我們在外面工作 這個以和為貴 是最重要的 像有一次就是有反型師 他就在節目上講說 有一個人 他是慣性遲到大王 甚至遲到都影響節目播出 那後來再加上一些剪接 就變成說 是一個特別是長頭髮的 有瀏海的 有瀏海 然後什麼什麼的 我過新聞的 對 然後就只差沒講 是劉寒竹三個字 但是網友辦案 就會覺得是我 然後我當下覺得被 潑到這個髒水之後 我是很生氣的 我本來想要立刻就在 我們的所有工作 工作群組裡 直接Tag那個人說 黃欣怡 亂覺利 黃欣怡 你為什麼可以這樣說 我為什麼要怎麼樣 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呢 我就是想要把這個炸鍋 讓大家知道 我們要 你這樣子在公然說我的事情 我一定要當眾否認啊 結果我那時候的好朋友 就是一起工作的好朋友 就跟我說 韓竹你冷靜 先不要衝動 你先私下解決 你不要在群組裡這樣子 特別去Tag人家 這樣跟人家 就把他槓起來 對 然後後來我就是找 那個髮型師說 你說的是我嗎 你為什麼要這樣說我 結果髮型師 髮型師跟我說 他覺得這樣 他其實並不是在講我 只是覺得講講我 這樣好像很容易在 開玩笑 就是可能我會反應很大 哪有 怎麼可能 什麼什麼的 他以為這樣子會很有效果 但其實這個玩笑 我們是不能這樣開的 所以我們私底下 把話間講開了之後 他也說他根本就不是 我根本就沒有遲到 引起大家的困擾 不變 那我後來就想算了 我們就那天把話說開 之後繼續正常工作 甚至也還能做朋友 然後後來我也都去找他做頭髮 我自己的感覺是 我覺得他做我頭髮 都會特別用心 我也會覺得 我多了一個很信任的 髮型師朋友 OK 好 一喝為貴 有些問題把它解開之後 真的 反而是大大加分的 愛姨 我們人生遇到 很多卡卡的時候 最後給大家一些建議 用什麼樣的心情去面對 逆境有機會變順境 我們再用一首詩好了 我們用一首詩 叫我們教寫作的話 行到水窮處 坐看雲起石 有沒有 很有名的一首詩 其實坦白講 就是這個狀態 就是當你走到一條 沒有路的時候 有的時候你會覺得 煩躁 不安 挫折 或者是覺得很無助 這個時候坐下來 看看雲 想一想 好 讓自己休個長假 沉澱一下 讓你的心保持一個平穩 或許你就能夠 再看到一個不同的方向 我覺得其實 用這樣的心 他去面對我們的卡卡的時候 我覺得是蠻好的 OK 好 明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 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 神準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祕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